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几课咱们学了一个正则的匹配查找函数 对不对 那个函数只能匹配一次 前面咱们也说过 比如说我把上几个列 咱稍稍稍改造了一下 因为上几个是表单提交过来 对不对 我把这个post拿出来 变成一个字母串 而这个字母串我单独去写 比如说 我们的网站是http 网号3w.lampbrother.night 对不对 写刚AA下边的什么.prp 网号abc 等于3w就随便写几个词 OK 这就是一个什么合法的一个预名 对不对 看一下这只是一个对吧 如果写多个 你看我们的另一个是比如 http冒号比如 bbs.brop.com写个什么 AABBCC对吧 然后demo.prp 网号用户名 等于adme 是不是两个 假如再有一个 第三个 比如说 3w.百度.com 然后 a.prp 网号 a等于b 等等 这个 我就随便写了三个网址 对不对 如果用咱们这个来处理的话 pr1gmat 协议症的话 他遇到第一个 就拿出来了 不会匹配第二个第三个 只要遇到了就这么找到了 找到了就反复 真 就知道吧 然后把找到这个 我这数字多 就知道吧 你看 这里边第一个是哪个 是不是3w.lampbrother 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然后cost test 点prp 你证一下 看一下 在这里边 是不是找到第一个 这是全模式 然后协议主机参数 完整的模式 是这个 协议主机 紧急于参数 是不是都找到了 对吧 只找到一个 那如果我把这个 换成这个词 用法一样 只不过 加上一个l 这个函数 就比刚才函数 强在哪呢 怎么呢 所有的 全取照 只要符合这个规则 全取照 将原来那函数 变得更贪了 对不对 那当然它的效率 肯定没有刚才那高 所以如果 做一些表单验证的话 查到了什么就可以啊 对不对 别用l去做 听懂吗 除非从里边 查找出来 然后去处理 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 我把这里边 所有域名都查找出来 然后替换成 链接 对吧 那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这去做 如果想查到 就返回真 那不用这个 听懂吗 那看这个 是不是都查到了呢 我们看下边 主义协议 这个可能就不对了 但是我们看下边 这个 是吧 是不是把三个 都找到了 然后 每一个 对吧 那看这个数组的格式 什么样的 下面是参数 那个出的问题 看数组格式 数组零里边 是放了所有的 匹配到的 对吧 然后数组一里边 是所有的子模式 数组二里边 所有这个子模式 是不是这样吧 那 我们可不可以 变一下数组 这种格式 咱们可以处理 对不对 也很有规律 对吧 所有零 就是所有的全模式 对吧 所有一 就是所有的什么 全模式中 第一个子模式 对吧 所有二 就是第二个子模式 对吧 那 咱们还可以 将这个数组 换个样 怎么换样 来 先查找这个数组 看着吧 咱们说 模式 对不对 这个数组 是怕有最后一个参数了 那最后一个参数 你看 有这么三个值 有三个常量 对不对 三个常量 这三个常量 就是为了改变什么 这三个常量 就是改变数组的三种格式 对对吧 那 你看一下 这种格式 我们分别试一下 看结果 比咱们看 直接看 效果还好 对不对 来 假如我放了 放了这个常量 看一下 如果不变 说明它是默认的格式 是默认的格式 对吧 对吧 那如果我们下边这个 我把这个换掉 看一下 你看格式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数组格对变了 对不对 其实每个外层数组就是匹配到一个 我是不是有三个 我这是匹配到了三个 然后每个数组里边的第一层就是一个大数组 对不对 然后在外层 就是数组格式一种改变 跟刚才变得能看出对比的 那比如说这种对比 咱们就可以做循环了 把所有的主机运动都读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只需要在这块加一个什么 你看 Full H 变力谁呢 变力所有的 AR 作为到了一个AR 你看 有三个是不是最数组会循环三次 然后每个AR里边都有自己的运营主机 看一下 那我所有匹配的主机都拿出来了 数组还是这个格式对不对 对 你往下看 是不是这个完整UR 它的主机是协议是都拿出来 这个哪里的对不对 所以它有两种数组格式 这是很方便你操作的 你喜欢用哪种格式 你就改变一下就行了 对不对 那第三个数组是什么样的格式 你再去参考一下就行了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种合工人的格式 知道吗 所以这块是全匹配出来 那全匹配出来 每个部分都可以拿到 想拿哪部分拿哪部分 对不对 那如果不想拿到的那部分 怎么办呢 还记得前面都说过吧 不要再用紫膜的存储 比如说参数我不想要 怎么办 不要在紫膜式里边 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块是参数 那个就自愿 那个只要加问号冒号 就可以取消它的紫膜式 查找的时候就不找它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循环变历的时候 看一下 每个里边是不是就少了一个数字 对 那下边的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也都少了一个 但是输出的是下边有越界了 对不对 没有这个 所以你不想用哪个 就可以用问号冒号 把紫膜式给它取消了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多匹配 对不对 给大家保存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记得 它也跟匹配有关的 咱说了 这个跟上边一块差不多 只不得全匹配 对不对 那这个 也是匹配用的 它匹配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说明 它是从数组里边 往处匹配的东西 就从多个字幕串点往处匹配东西 法规的还是数组 就相当于数组过滤那种感觉 你看 第一个是正则 第二数组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数组 比如说 $A 这个数组 AR A 假如说 我先找 是 ABC ABC D 1 Hello 2 对吧 然后呢 World 你好 比如说这样 对不对 那我想把数组里边带数字的拿出来 是不是也是一种匹配啊 对吧 从多个字幕串数的字幕串里边 找到我想要找一个东西 那就熟这个 行了 很简单这个卡住 PREG 四个线 什么 GR EP 第一个就是正则 你想从这个数组里边 写什么模式 就会把这个模式的找出来 对吧 那第二就是这个数据 听懂吧 反回来的就是你查找符合这个模式的内容 也是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符合模式的内容 比如说你现在想从数组里匹配什么 那你就看你这正则怎么写的 对不对 比如说想匹配数字的 写上帝 只要这个数组里边有带数字的 是不是就把它找出来 来 这块少写个什么 符号 对 少了一个符号 印尼印尼账 是不是 头两个再数字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想匹配 带空格的我拿出来 对吧 比如说哈喽这块有空格 是不是你好这又有空格 那些匹配这里边有空白的就拿出来 对吧 那看一下 是不是哈喽这也很你好 也就是你写什么模式 就能从数字里边拿出什么 也是一种匹配 只不过前边咱们学过的这两个匹配 是从一个字无串里边模出拿 对不对 而这个是从多个字无串里边模出匹配 对吧 好 到这为止 咱们以破这样的正德表达式 什么 匹配查找的函数 就这么几个 对吧 分割匹配查找题块 我看 那这匹配的函数 咱们以后在实验的时候还会经常弄到 用的都是比较多的 那跟字无串这也对比了 那下一个课咱们学习其他用正德处理字无串的一个方式 好 谢谢大家 这点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和咱们继续正德表达式 与破接融的函数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蝶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多谢客人 这个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栅 或者是空下 甚至已经 photons